大道简介 中应对照千篇大道简介 以何谓千篇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到是求什么四求 五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 六求到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 有什么病症 以何谓千篇大道 千篇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窍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不约先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庙底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先经万典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造化或无生老 君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最到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含盖各大教门的精益 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围无不入无所不灌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贯彻了三十三天万 贯彻了先经万典 贯彻了先法万法 贯彻了先教万教 贯彻了先佛万祖 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亦即是人人与我我 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外众一心万 我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到与我有什么关系